像我們這些當民意代表的嘛 很多人都很喜歡來跟我們照片 後來把我們照片放在他的店的大門口 那難道我們是門神嗎? 難道我們是在護航嗎? 我們接觸很多東西的評論 不需要 不需要 人家沒違法 那到哪一天違法的時候 他到一件以上法辦總統來去給他護航 那一天那個 我是覺得說真的啦 很多東西 不要說真的是把它擴大到這種程度 這樣的話 那太那個了 我能不能回應一下 我覺得羅委員的基本的邏輯跟 這個劉政宏是一樣的 大家能不能記得說 剛才劉政宏講了一句話 他說只要依法行政 誰施壓都沒有用 那但是問題是 這個就是把責任推給這個公務員 我記不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一個畫面 基隆市長張通榮 跑去派出所 咆哮 要求那個員警 說這個酒駕的事情 他去 那不是要關說 那叫施壓 那當然後來 員警有沒有讓步 讓步了 可是我們大家其實 員警也被處分 可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大家同情那個員警 對 就為什麼 因為你形成仗勢欺人 我都承認了 這個我 其實我一貫態度 我說這個案子 讓我們很遺憾 是從2000年以前 國民黨執政 到民黨執政 到國民黨再政黨 國民黨再執政 它是一直延續的一個狀態 但是有一點是沒有變的 就是其實利用權勢 然後動用特權 侵奪國家財產 這點是沒有變的 那這些公務員 要不要負責 當然應該要負責 可是我不贊成一個態度 就像剛才劉正宏縣長那個態度 說只要依法行政啊 誰施壓都沒有用 那施壓的人 變成都沒有責任了耶 就我今天來施壓 可是你要依法行政 說我施壓也沒有用 施壓當然有用啊 對不對 施壓有用 因為你有權有勢 你掌握了權力 那你的權力 因何而來 這個就是今天 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那今天誰用了劉正宏 今天劉正 馬英九去劉正池家 劉正池如果不是劉正宏的弟弟的話 我們可以跟他說他可能是路人家 總統會隨便到你家到我家嗎 其實不會了對不對 他今天會到劉正池家 當然因為他是劉正宏的弟弟嘛 劉正宏家應該沒去過啦 那劉正池今天會 能夠三進三出三次擔任 這個劉正公司的董事 因為他是劉正宏的弟弟嘛 這個我們都知道 否則他劉正池算什麼呢 對 你說他能夠一手遮天 他交流廣闊 他交流廣闊 他交流廣闊哪些人 講出來聽聽看啊 哪些人跟他 有深交啊 藍綠 誰跟他有深交啊 我一直很大漫 對不起 我一直很大漫 就是說他台灣郵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怎麼會 民進黨也會讓他去當董事 這很奇怪的 因為他是劉正宏的弟弟 那為什麼他是劉正宏的弟弟 民進黨要讓步 我不用講民進黨這樣就對喔 我說民進黨包括這些政務官 如果有政務官牽涉 或事務官 統統統都要負責 這個政府要負責任 你當然不應該低頭 對 可是我們要問說 為什麼讓他去當 為什麼會給他這些特權 我再次強調 誰給他特權 誰都不對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會給他特權 那個仗著權勢 去要求的人是誰 那誰給這個仗著權勢 給他這個權勢是誰 國民黨那個時候 在民進黨的時候 在立法院過半 是誰讓劉正宏當 國民黨的黨編 你也當過國民黨的黨編 他是護黨編 不 一樣 後來也當黨編 後來也有 你也當過國民黨的黨編 對不對 你有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 對不對 你以為你沒有做 可是劉正宏有沒有做 我坦白講 我很懷疑 那你誰讓一個劉正宏這麼霸的人 我們的一個共識 他就是霸 他這麼霸的人 去給他這個權柄 即便在國民黨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掌握了 過半的席次的國民黨的黨團 他有沒有利用 國民黨黨團的名義 去施壓 包括他的助理 包括他 這個就是問題 那誰讓他有這個機會去施壓 那個人不用負責嗎 如果說可以開脫說 我們 當然了 我也遇到過路人跟你要照照照片 去看展覽 來委員 我們去一張 去一張 過去兩天你看 我掉在他們家門口 但是總統不是這樣 總統是到人家家裡面去 那劉正馳不是路人 劉正馳是劉正宏的弟弟 那這種通家自好過年去 總統過年去過你家嗎 沒有嘛 馬媽媽去過你家嗎 沒有嘛 他傳 這個馬大姐傳簡訊給你 他去過你家過年嗎 也沒有啊 所以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交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交情 絕對不可以 我們沒有辦法用說路人甲 或者我們到處都碰到說 有人這個熱情的民眾跟我們照相 這個作為開脫 這個講不通的 所以總統有可能是人不明 人都會犯錯 對不對 總統有可能把權柄誤交給這個所托非人 那你就出來交代嘛 我們有沒有要求總統說你就要辭職下台 你總得出來 我們從頭到尾就說 你出來講個話嘛 告訴大家說 對不起我看錯人 我不應該去他家 你總要做個交代 這就是叫做 總統喜歡講叫做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 不能因人而異啊 不能說這個時候有大是大非 那我做了 是我做了就不是大是大非 別人做的 我就拿這個標準來要求別人 這樣子也不對吧 對啊 好